2021年香港荒謬大使回顧 第128位 中國政府高調拘捕著一名中美洲國家百利茲的華人 他叫做李亨利 就說他是外國特務 就說他是香港反對派的金主 提供了一些照片說他一年前曾經跟長毛或者永康等等的見面 接著在大陸就重判了他11年 這個沒有一個香港人聽過的百利茲華人 國安案很明顯是為了鋪戰其他各種香港的案例而出現 第127位 網名我要攬炒的攬炒吧劉祖迪 在英國被香港政府通緝之後 也是被當地的小粉紅襲擊重傷 令人擔心海外香港人是不是都會成為小粉紅群組針對的對象 第126位 澳門後發香港DQ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的同時 根據那邊國安邪交的資料 列出的證據居然是將香港民主黨 這個叫大中華家和理非 溫和民主派的組織都列為港獨份子 反映國安系統其實一早認定香港所有非建制派 沒有此 無論怎樣 無論什麼光譜 無論激進還是溫和 覺得沒有都是等同於所謂的港獨 第125位 懲教署研發出一套叫國安套餐等受國安法拘捕的人士 以類似文革遊街示眾的方式去侮辱 特別是所謂的重犯來自英 除了被鐵鏈前身帶上庭之外 亦都在香港的法庭外面搭建一條全黑的類似時光隧道 讓他穿過單獨幽蔽 充滿著或時代的創意 而就算是中國大陸的重犯 都不是這樣削停 第124位 大紫荊分銜的全國僑聯的盧文端先生不斷發文 敦促香港的民主派非建制派一定要去參選所謂的完善議會 警告不參選就等同於軟抵抗、抗拒中央 可能會違反國安法 不斷關心民主黨無論如何都要選 而一些不想選的民主黨令就 即是所謂拒選派 譬如說為了這件事而出山重出江湖 成為民主黨副主席的利永達 都是很神秘的情況之下被迫去流亡英國 最後盧文端又會寫文端說 一定是要做馬都要做幾個位 給非建制派當選 如果不是全勝即輸 整個邏輯 坦為觀止 第123位 在今年每逢有什麼大勢的選舉 協會選舉 典禮 重要日子的前夕 警察就會勵必發現一些爆炸品 然後就會加強恐怖襲擊警告 成為了 慣例 第122位 幸免於各場大手捕的香港 民主派、本土派的領袖、議員、學者、元老等等 因為擔心人身安全 流亡海外各地 除了剛才提到的利永達 譬如說鄭家富、陳建文、郭榮鏗、鄭宇石等等 還有起碼幾十個前區議員 都是流亡海外 還有大批我們知道但未公開的名字 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大逃亡 第121位 官媒是所謂報道 19年 震撼香港的爆眼少女案 其實是一個自編自怒自演的案件 當事人已經康復 又說他已經離開香港 而倫鎮英的基金也是袁紅 要找他出來 根據官媒的解釋 整件事就是叫做反對派自編自怒自演煽動仇恨 這個很明顯也是改寫歷史的一部分 第120位 831被重點宣傳為假新聞 通過不斷強調當日有沒有死人去淡化當日 十分明顯的警暴 831的太子站上 工程師張恩宇 甚至成為完善議會當選的立法會議員 他的新移民身份也令到當局 度身訂了一個新組織給他 叫做香港新方向 以後就會負責去做一個反831的大外宣 第119位 國安警以村貿協助逃犯為理由 拘捕一些被指協助12港人離港的人 包括了 區議員黃國彤、音學人霍朗齊、前學聯副秘書長何傑雲的媽媽等人 從此就連幫助朋友離開香港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事 都成為了罪行也會成為了禁忌 第118位 12港人案其中8人在深圳服刑之後 就回到香港 但是又再被香港政府運回 又要再去審判過 而在深圳發生過什麼事 因為他推出到來沒有一個人敢說話 到現在都依然成迷 第117位 香港那些年輕知識分子 近年所擁有的所有公開的平台 純粹是說文青、哲學等等科普的東西 比如說 午夜廣場、文學放不開 全部都是被終止 從此社會科學、文學的學者 失去所有發聲的渠道 第116位 很多國際的媒體記者 紛紛被香港政府拒絕法簽證入境 又或者被批評為 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相信是立了假新文法之後 可能再沒有一些真相 沒有這一幫外國的記者 是可以合法地流出場外 第115位 觀塘海斌花園 好知五千萬港元 弄了一個音樂噴泉 他用不久就立即要維修 即是壞了 本來是純粹的民生事情 多浪費錢也好 就是民生 但康民署居然發信警告 可能要拘捕100毛的東方星 因為他就是在這個噴泉玩泡泡肉 第114位 藝人何韻詩 原定在藝術中心舉行演唱會 最後關頭被通知要取消 官方解釋 十分之無靈兩可 但是據稱是跟擔心引來不安有關 另一位著名的 黃營的音樂人 E-Kids的Tommy阮文安 原定在麥花神球場舉行的演唱會 也是因為同類原因被迫取消 反映表演場地從此 都是要經過國安的審查和控制 第113位 國安處首次是以這個所謂的不提交資料罪去起訴一些人 包括了支聯會的常委 也是令到他們罪成要判坐牢 亦都以同樣的原因要求華人民主書院提交歷年的所有資料 就說他們是外國勢力的代言人 各國開始擔心任何資料放在香港 都不再安全 第112位 警隊國安處處長蔡展鵬 疑似是幫襯邪骨 被調職 而警隊的貪腐案件 也是層出不窮 第111位 所謂網絡23條 即是牽涉到網絡版權的條例 修訂當中 裡面是沒有豁免改歌諷刺等等 即是程天林這一類 創作網絡諷刺歌曲 疑創等等的藝術家 又或者是類似的漫畫家 之後都是 恐怕會面臨刑責 第110位 抗爭期間在前線協助維持秩序的社工劉家棟 居然被判阻差辦公罪 成立 也是判了坐牢 另一位守護孩子 社工 陳鴻收 甚至是被控暴動罪 雖然是不成立 但律政司又立刻再上訴 甚至又要上門去抹收他的護照 第109位 林鄭月娥公開鼓勵 老師要舉報學生 有關校長呼籲要借師生接觸的機會 所謂識別潛在違法的學生 作為教育局要求全港中小學提交國安教育工作報告的內容 這些就是文革 老師舉報學生 學生舉報老師 父母舉報子女 子女舉報父母 一切都要劃清界線的文化大革命 第108位 所謂的中國式宗教官 也就是沒有宗教特色的宗教官 引進香港 很多自由派傾向的教會也紛紛要瓦解 比如春天教會 很多持進步思維的 神父牧師甚至要流亡海外 譬如說已經是很大年紀的浸信會羅慶財牧師 居然都是要留夜出途去到英國 宗教自由在香港的前景是十分之令人擔心 第107位 宗廷耀、宗建華等人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進行一些很正常的立法會民調 居然都是會被黨媒批評 說是意圖線或頭髮票 可能是違反國安法 又違反選舉法 民意調查如果是得到 政權不想見到的效果 就已經違反 還有什麼社會科學的研究、調查、實驗 在新香港 是可以做的 第106位 一位風格獨特的教授 以食製品成名的 中大李薇 涉嫌在今年濫用長者八達通之後 透露他是向國安公署舉報同事 也是點名同事的名字 也是說把篤灰擺在個人的CV裡面 似乎是為未來香港政權所喜歡的學者定下所謂的新道德規範 第105位 國安局局長鄧炳強 將以前我們想都沒想過的辦案方式 發揚光大 強調反正 我一定會找到證據 拉了才找證據 這個是動機論 讀心術 而不是證據先行 假定你有罪 然後我怎麼都找到證據 這個是新香港的 執法制度 和司法制度 第104位 港府是嚴守 全國的抗疫模式 即是一定要清零 為了盡快和大陸通關 但是一直都未通到 不過港人的出入境 就已經大受影響 而香港客觀上 已經是成為了鐵幕的一部分 從前和國際社會 非常緊密交往的香港 機場 已經是悶可樂著 香港人來到香港 是經過重重的關卡 外國人來到香港做生意 也是要隔離21日 這樣下去 這個鐵幕可能就會長存 而剛才的鐵幕 甚至是未講政治的元素 只要是疫情 已經搞成這樣 再加上國安法的影響 香港還有多少國際性 剩下 接下來 第1803位 支援囚犯的社企 邵家俊的石牆花 在國安法之下 被迫解散 杜火線居然是 因為他發起了 網民的聯署 要求改善 監獄入面 夏天 酷熱的天氣 希望為囚犯 放多兩盞風扇 那就被一些 黨媒 指控為他涉嫌 善惑 煽動 whatever 犯了不知道什麼的罪 第1802位 新香港強制 全體公務員 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員工 包括 純粹是簽了一些 contract的 非全職人員 都是要集體宣誓 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平靜區政府 也都成為了 公務員 想移民的 投名狀 而且甚至醞釀要進一步擴充 去到 老師 社工 人都要宣誓 這個全民宣誓運動 自然就令人想起 納粹德國的 做法 第101位 就算是一些沒有直接 第一線風險的 評論員文化人學者 傳媒工作者等等 掀起集體逃離香港的 一股風氣 因為他們會擔心 香港再沒有任何言論自由的空間 這裡裏面有相當多的 知名的文化媒體工作者 都是香港不會再找到發揮的場地 樓下來的人自然也是被迫 跟隨新的遊戲規則 集體實語 這一種的白色恐怖正正是1949年之後 中國大陸 無論虛或流 的精英 發生的事情 第100位 大量在2014年散運 或者2019年之後出現的 專業團體 在國安法這樣的脅迫之下 也是紛紛解散 裡面幾乎包含所有界別的 有心精英 例如法律界的法政會司 醫學界的恆林覺醒 會計的良心理證 或者教育界的進步教師 同盟 或者文化界的文化監察 等等 全部都是今年之內 解散 第99位 香港電台的記者利君雅 因為被種種正視的演繹 始終是未能夠轉弱成為正式的公務員 換句話說 也是被離職 之後 他在藍絲群組 是不斷被 以他的種族背景 即是巴基斯坦裔的背景 去質疑和網絡欺凌 一位結出的新聞工作者 也是失業至今 第98位 過去20多年主辦 民間大型集會 遊行的民陣 在壓力之下宣佈解散 警方 是指它是沒有註冊的非法組織 但是過去多年來 又居然一直跟這個非法組織去開會 一切都不能夠作用邏輯來理解 從此 香港也都再沒有 可以主辦大規模集會的大台 流傳 第97位 國安法之下 營商環境的自由不再 政治立場會直接影響 一間商鋪的商機 著名的連鎖 黃店 阿布泰 被海關以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去掃蕩 另一間著名的黃店 和裝品牌 Chicky Duck 亦都被國安連回封鋪調查 令到他的業主 拒絕續租 最後被迫 宣佈結束營業 第96位 出入境的黑名單 據稱 是已經出現 起碼機場 充滿著國安的監控 又離開香港經驗的朋友 都會發現 多了很多 便衣的疑似國安人員 監視 出入境乘客的 一舉一動 而多名人士 嘗試通過機場 離開香港 之際 被捕 包括蘋果日報的 駐筆 盧峰 第95位 香港運動員 雖然在奧運 是雷創佳職 但是圍觀的觀眾 打氣 喝彩的時候 因為 高呼一些 支持香港的口號 又或者是 虛國歌 被執法人員 指他違反 國歌法 進行了拘捕 亦都是世界各地 真是用這種方式 強制人 尊重國歌 用拘捕的方式來愛國的先例 第94位 為了打擊移民潮 增加港人移居英國 又或者去英國 探望親友的難度 港府是以疫情為理由 或者是藉口 大幅度限制 直航 去到英國的航班 亦都或者是 將英國的航班 飛來香港的頻率 降到最低 雖然很多市民 通過杜拜 曼谷 等等 飛去英國 但是不方便的程度 特別對老人家來說 確實是構成了 離港婦英的障礙 第93位 黑衣 黃衣 黑口罩 黃口罩 等等 已經成為了香港的禁忌 而且居然是有法律界的人士 去肯定這種禁忌 是會違法的 排名第11的行政會議 成員湯家驊 律師表示 穿黑衣 都可以是所謂共同參與的 犯罪意圖 就勸大家 在大事大事就不要穿黑衣了 同時他亦都呼籲 公主人物不要穿黑衣 因為見過鬼怕黑 第92位 國安法之後才成立和活躍的組織 賢學施政 即是學生為主的組織 召集人王日戰 和他幾位的戰友 被國安警上門拘捕 亦都是 囚禁至今 組織就宣佈解散 這宗案很有指標性 是在於 他是在國安法之後 才活躍的 亦都沒有做過什麼 之前有前科的 歷史被人追究的行為 只不過是放下街站等等 但是 都不容於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 從此 相信在香港 宣傳 派單張 街站 都會成為絕暢 第91位 中文大學的高層 居然是主動報警 等警方去拘捕校內的學生 搜查學生的宿舍 罪名是 襲擊一些保安 同時間亦都有報警去投訴學生 在畢業典禮 去叫一些違反國安法的口號 亦都是令學生被國安警拘捕 中大校長段崇志在2019年期間 是得到學生的尊敬 但現在 據稱是洗底成功 通過連串主動 叫警察 拉學生 這個行為 起碼令到 藍絲陣營 對他的人身攻擊 好像今年 再見不到了 代價是什麼 大家 反而見到 第89位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下令香港學生 不可以 所謂的 躺平 這個是現在中國大陸很流行的術語 他說學校要教育學生 所謂的 勤勞價值觀 什麼是勤勞價值觀呢 大家就自然想到 納粹德國 當時口號就是 勞動帶來自由 集中營上面的口號也是 勞動帶來自由 文革的上山下鄉的精神 也是一脈相承 不單止是要愛國 連躺平即是不表態 做逍遙派 這種文革期間都容許的行為 在新香港 都是不行 總之 是要做 是要勤勞 是每日都要表態 第88位 法院是裁定 國安法有關的案件 不需要 陪審團 就是陪審團這個制度不再適用 國安法指定法官自己就可以判 公開審判也都不再適用 因為很多東西牽涉到國安 就是牽涉到國家機密媒體 也都不可以報導 那這些其實就是 變相的秘密審判 裡面判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 當事人 受過什麼待遇 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 陪審團 關鍵就是在於 一般人覺得合不合理 也都不再重要 這些全部都是法院的裁定 第87位 所謂完善了的 所謂議會的所謂選舉 在12月舉行 投票率大約有三成 官方 鋪天蓋地這樣宣傳 這場這樣的所謂選舉 是成功 亦都是無視 所有人 不投票 所反對的意志 第86位 美國的銀行律師 Samuel Pickett 在反送中期間 因為制止休班警 毆打少年 2021年是被控襲警罪 他居然也是罪名成立 要判坐牢四個月 之後他會不斷把他的故事 在各地媒體那裡分享 成為 外資人事見證警暴 以及新香港依法治國方法的鐵證 第85位 英國的香港人集會 居然是被當地的小粉紅 預先張揚和動員 這樣去毆打 在一些中國的微信群組 甚至是有小粉紅 圓紅徵求流亡港人領袖 譬如說 羅冠聰或者鄭文傑等人的住址 第84位 在這個新香港 被奪射之後的新港台 中文歌曲 選出了一首 沒有正常香港人聽過的愛國劇集 套手就為主題曲 第一位的冠軍歌 在全香港市民 通過追星 MIRROR等等 去轉移 生活的不幸 的時候 港台 以前代表香港人的電台 就選了一首愛國主題曲 第一位 是開了政治指導香港流行曲的 先河 第83位 國際社會最知名的香港民主派 是元老李柱銘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排名第一位 終於也在今年被判 罪名成立 因為參與所謂的非法集結 本身是要判坐牢 不過因為他社會服務貢獻等等 就暫時判他緩刑 就是他的社會地位 比如說 馬會就已經取消了他多年的會籍 而李柱銘罪成這件事在國際社會上 完全就是代表香港民主之死 也是主權移交之前 查理斯皇子或者彭定康等人 都是早有預期的預言 想不到 都真是他們親眼看到 出現 第82位 法院由裁定 不在現場者 都是可以用共同犯罪原則 去告暴動罪 或者是非法集結罪 不在現場者 即是提供物資 接送 家長車 捐錢 總之你有份參與 你就是共同犯罪 而這個原則 是可以 罪名 和刑期 和暴動罪本身 是一樣的 第81位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在這個後國安時代 第一次由國安委 親自主辦 流傳了很多很經典很震撼的圖片 比如說 學童在地鐵拿著架槍指向同伴 然後在那裡笑 這些照片不單只是震撼家長 亦都是震撼老師 但是 這個就是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第80位 支援抗爭 囚犯 等等 人權組織 612基金 宣佈解散 另一個同類的組織 升火 是被調查所謂的洗黑錢當中 亦都是戶口被凍結 香港日後不可能再存在同類型的基金 亦都令到有需要的人 再得不到 這一類的幫助 無數的家長 家人 都是在彷徨當中 但是 612 亦都是自身難保 因為他們法律上依附的親普選聯盟 亦都不再運作 第79位 國際組織 NGO 陸續撤離香港 國際特赦組織的香港支部關閉 特別是有指標性 令國際社會確認香港人權狀況 接近若石無力 本來這個香港支部是負責 去處理跟中國大陸 又或者是北韓有關等等的人權問題 但現在連這個支部都守不住 國際社會議員的香港支部 國際社會議員 在香港支部中 國際社會議員 在香港支部中 那裡 國際社會議員 在香港支部中 市民 市民